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西诺宁人全必抽 闪兵复刻确定 5.1陪跑角色消息 元神,聊聊元神终一致的尚未替代角色 因非反向成为可利的尚未 元神目前推出的新角色 一般都是老角色的尚未替代 但是,大家知道 现在已经有多少角色成功的 有了尚未替代角色吗? 今天就来给大家仔细盘点一下 1.罗沙利亚或申赫 罗沙利亚虽然可以作为兵系副C存在 但是深鹤依靠自身的素质提供的后台伤害 已经比这个所谓的四星兵系伤害要高 更别说 她对于兵系组C的辅助争议效果 要远超于罗沙利亚了 2.莫娜和弗宁娜 莫娜作为曾经核爆必备的角色 在水神登场之后 已经渐渐看不到核爆队伍里面 有她的身影了 再加上莫娜本身增伤时间非常短 而且增伤提供的素质 也远没有水平那么高 相比之下 她仅有作为法师 能够带讨龙这件法器的唯一优势 其余的优势 已经被水神全面碾压 就连水上行走这一点 也是被水神超越了 3.行秋叶兰和弗宁娜 这三个角色 有的玩家会觉得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上位替代 而是不同定位的三个水系角色 但是从整体的大角度来看 他们同样都是给队伍提供挂水增伤的 如果说 夜兰不是行秋的上位替代 那么水神必然是夜兰的上位替代了 4.燕妃和可莉 这两个角色就比较有意思了 很多玩家理所当然的觉得 可莉是燕妃的上位替代 但是真的玩过可莉和燕妃的玩家 才会明白 如果燕妃的手感和锁笛 以及技能机制给到可莉的话 可莉也不至于像现在那么惨 可莉之身的操作手感是非常难受的 但凡有燕妃一半的舒适度 都不至于使用率那么低 5.胡桃和仆人 这两个角色存在上下位替代关系的话 应该不会有玩家有意见吧 无论是从他们残血打伤害 还是大招回血 以及整体的机制配对来看 无论都是胡桃全方位的上位替代 6.诺埃尔和荒龙宜斗 虽然宜斗已经落寞了 即便满命 在这个版本也不值一提 但是他确确实实施 诺埃尔的上位替代角色 不过后续版本 估计荒龙宜斗也要被逐渐替代了 延系防御组C这一块 已经很久没有推出新角色 7.阿贝多和千姿 作为两个后台附C延系角色 阿贝多的花一放出来就碎 而千姿的召唤物却显得尤为坚韧 而且输出方面 千姿也远比阿贝多高一个档次 尤其是满命的千姿 现在已经成为延系的战神之一了 8.温迪和万叶 这两个角色可能有的玩家会认为 是机制完全不同的两个角色 但是作为一个能力 几乎都在巨怪上面的角色 很多怪物温迪巨步了 而万叶却可以聚集 在这个机制方面 万叶已经是妥妥的温迪上位了 金秋图文激励赛 在原神5.1版本中 即将登场的希诺宁 着实令许多玩家感到意外 众所周知 在这一特殊版本中 新角色的实力自然不会太差 但技能消息的发布却出乎意料 可以说是人权卡的存在 能够提升众多元素角色的实力 目前玩家们最为关注的是 老角色是否也能受益于这种提升 希诺宁的出现 直接让这些老角色焕发新生 而专属武器的提升也令人期待 不过 所有这些都需要等待测试符的验证 否则玩家们或许仍会感到被忽悠 有关希诺宁被称为新一代的幻神 许多普通玩家都被建议去抽取 以免错失重要机会 之前的维莱特就有玩家忽视未抽 结果使用后发现 其实是极为强力的存在 此外 关于伞兵的复刻 似乎已经确定 许多关于5.2卡池的消息 都提到了伞兵的复刻 这也意味着钟离 有可能在本次卡池中得到复刻 这将进一步稳固其实力 在5.2版本的剧情中 有传闻提及至东国的内容 这是否意味着少女哥伦比亚 真的将登场 并为后续版本进入卡池做准备呢 只能等待后续的消息揭晓了 关于原神5.0版本下半卡池的一些消息 雷神和基尼奇即将登场 同时官方已经宣布了一些陪跑的四星角色 此外 六星战神夏沃蕾 托马和九条沙罗也即将加入 这样的角色安排强度相当不错 实际上 有玩家认为 最好的还是武器词 即使抽到了不理想的武器 也不会感到吃亏 因为即便专属武器 不适合基尼奇 也可以给其他角色使用 而且 制刀等武器 相对来说保值较高 此外 不适合基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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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合基尼奇